中午就有这俩大个儿呢 咱们篮板球保护还不太好 这球分的 好球 不看人传球 这点滑油线 再交出来 后撤的投篮 漂亮 这真难 个人能力 完全是个人 周琦和电影宏还是都丢在场上 你看这条大声喊 刚才战术好球 漂亮 好球 远侧这时候没有出来 这个底角没给啥 底角其实刚才出机会了 阿布都三分再变 这边你算机会呢 可能还没有刚才底角的好 车架还很简单 只要中午队 漂亮 反击当中再跑了一个 阿布也是通过这个上篮 得分上双了 上双 这边一个开头子配合 出再分 再进 这就是刚才吴之导说的 这阿布都打得特别巧 现在国内啊 内线比较会利用阿布沙拉木 外线的摘耀圈 摘耀圈的也会经常利用一些空缺 去制造机会 是 诶 这就没拉下来 这样呢对方也不攻了 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 中国红队呢是以81比60